如果说你想要让你的声音的品质更好 推到极致的话 那DAC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它是在声音从数位档案传进来的第一道 做一个把关的动作 能够输出好的声音的品质 DAC绝对是重重之重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稳定音响YouTube频道 我是Eason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 关于这个DAC是什么 它的好声的一些基本的条件 以及它的输出的部分的一些介面的介绍 那首先第一part我讲的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DAC的这个解码晶片 这些晶片厂都是专门在提供这些 数位转类比的这些晶片 那这些DAC的晶片 都有存在的它的本身的规格的部分 比如说它是24bit还是32bit 那当然这个就是有规格上面的问题 跟时间的问题 当然越新出的声音 还有就是它的规格当然就是越好 所以有很多厂商就会偏好 比如说有些人就偏好VB的 有些人就是偏好这个AKM的 有些人就偏好那个ESS 所以这些都没有什么对跟不对 最主要是你要输出什么样的音质 所以在整个的DAC的部分 那当然在市场上比较领先的这些顶级的品牌 包括像是我们讲的这个各个品牌 它们都有各自独自的工法 像我们先前开箱介绍过的 这个Esoteric它们采用分器式的 那在像MSB它们也是采用这个分器式的方式 那TPASA它采用的是晶片的方式 不过呢它的晶片的使用方式 又把这个晶片的用到另外一个极致 它是用一边四颗 等同是用八颗的方式去做一个运算 让那个精度提高 那还有就是说 在整体的设计电路上 费劲的心思去使用 那我讲了这些 都有它们各自的这种设计上面的优点 不过我们还是要回顾大家一个重点 耳听为评 近年来有很多的厂商也越做越好了 在整个DAC 像这个Live Harmony 它就是用分器式的方式来做 也做得相当的不错 这个DAC的解码晶片来讲的话 这个东西都会影响到 我们DAC的一个输出品质 跟整个声音的调性 那第二part是我们的时钟管理的部分 就是我们所谓的clock 那特别我要讲到这个像T Plus A MP310HV或是PSD310HV 它们都是同样的技术 包括像200的DAC 它们是PCM的就是所谓的 跟DSD是用两套不同的晶片下去供应 就是它是用两个时钟去做管理 用同一套晶片 但是它本身呢 就会有不同的这个clock去做 因为它的产生的频率不一样 为了得到一个最大的精确度 它用两套的时钟去做 T Plus A的它的MP系列是这样做 它的200DAC也是这样做 所以在整个clock的部分 在DAC的部分它也是占很重要一个成分 接着呢在晶片的震荡器的部分 因为你的精确度提高 它的抖动力就会降低 所以进而在它的精确度提高之后 相对你的声音的序列性 那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先前跟大家开箱过的 像Exoteric它的串流播放器 它就外加这个clock 它可以提高这个clock的精度 来增加它的这个声音的输出的品质 那紧接着是这个电源的稳定性 在这个DAC的部分 电源的稳定性会牵涉到 整个电路的供电的部分 那在电源的部分呢 他们可能会在电源的滤波 跟所使用的这个线性电源的部分 在零件的部分的选择 还有就整个供电的余裕度的部分 还有整个供电的品质的部分 要做一个很好的分配 那毕竟看似很简单的 这些在稳定性上的考量 却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因此呢 在绝大多数 无论是说你在串流也好 或者是在扩大机的部分也好 或者是在DAC的部分 电源绝对是重中之重 那当然一般 即便这个电源做得再好 它还是没有办法抵抗这个外部的干扰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整个系统上 会在外挂一个电源滤波器的原因 所以就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 就说这里面不是电源电路都用的很讲究 而且造讯的非常的低 为什么还需要再额外再使用这个电源滤波器 那这个部分其实有时候事实胜于雄变 你只要使用上接上去 甚至改变一条电源线 它还是会有落差 所以这个东西你只要实验过 你就会明白 那紧接着就是在整个 这些数位转类比之后的 这个讯号的放大的部分 那我们跟大家讲 一般的放大都会采用 比较简单的方式去做一个放大 如果已入门的产品 那在高架的部分呢 它在放大的部分 我们就会跟大家讲 就是它会采用比较高阶的这个线路 来去做一个处理 那在这个放大的部分 因为它牵涉到你讯号的还原度 还有就是你输出的这个 伏特素到底能不能达到一定的量 如果说你输出不到那个量的时候 那个讯号即便是很好的 可是反而它也到不了我们的综合裤子 也会影响到这样的输出 所以因此呢 有一些用家就会说 现在很多的DAC都带有这样的前级功能 那这个跟一般的前级有什么样的差别 那我刚刚讲的这个就是 会影响到你输出的品质 也就是说 你内部DAC内部的前级 当然是不及这种专门的前级放大器 所以在整个内部DAC的这个放大的部分 也是很重要需要去考虑到的 那所以因为讯号放大没有做好的时候 反而会折损了这些转换类比的这个过程 那紧接着是升频的功能 那升频的功能对一般的讯号来讲的话到底有没有真实的需要 每一个厂家他做的好不好听 跟他处理这个数位转类比的技术高不高明 那这个有牵扯到 我想上次在这个Live Harmony Deck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事实上这个DAC的升频 它是有点像是一个 我们用影像的方式来讲 就是一个影像数位补差的技术 也就是好比就是早期的这些传统的电视这些影片 它要到现在的高画质的数位电视 它可能它原始的Source没有那么好 但是要在现在高画质电视播之后 你会发觉它的颜色色泽解析度都不好 但是可以透过这个数位还原的技术 把它的过去的影片优化 补差之后你会看到 把过去的影片怎么看起来 在高画质电视看起来还变得很漂亮 这样子的概念 因为它是采用这个数位补差 那一样呢我们唱片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在过去一些CD的年代 它可能它的格式也好 或是它的录音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那在透过这个数位的上转 就是我们把它做一个升频之后 从这个16bit升频到24bit 或者是从这个44.1k升频到1922k或384k 那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升频技术做得不好 整个声音就会产生质变 那相信这么多年来DAC 其实大家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心法 所以在整个的开发过程 不断的反复的聆听跟测试 所以很多厂家都可以做出很好的声音 尤其像T Plus A 这个他们总共提供了六种不同的模式的一个切换 算是针对这个DAC 他们在数位转类比的这一块 做一个类似像一个优化期 就是你可能透过它的这些DAC的这些滤波器 你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一个聆听的体验 那这个部分是针对一些不同的提起不同的档案 那可以给用家做一个选择 所以当然有些厂家有这样设计 有些就没有这样的设计 那在这升频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甚至会把解析度弄得太高 整个平衡性就会失衡 可能会变成高音过多或是低频过多 或是整个中频变瘦 或是高音它的定位不见了之类的 那在上次我们跟大家开一下Live 它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它就是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的 就它反而在升频的过程当中 它并没有这样的问题产生 还是能够很清楚的还原 这个它原始讯号的样貌 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数位滤波技术 跟它的DA数位转类比的一个技术的一个 算是一个演算 他们自己开发出来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技术 那紧接着来跟大家介绍 就是整个DAC它的后面的介面的设计 那我用Live Harmony这一台给介绍给大家 我们在讲输入的部分 数位转类比的这一块最常用到的 就是完全不会被规格所限制的 大概就是用USB的V-Type的方式来做输入 当然现在也有一些USB的C-Type 也陆续现在有推出 USB的这个V-Type是可以提供全规格的 包括可以到满规的这个1024的部分 或512的部分 那同轴跟AES-EV 比较会常被用到大概就是在我们CD的年代 因为这个都算是FOR这些CD转盘 当然很多数位转盘现在也有提供这个同轴跟AES-EV 不过它的频宽跟它所有规格都会限缩在 可能就是有一些可以DSD的部分 因此呢i2S这个东西就产生了 那至于i2S因为它本身提供的介面跟接点 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可以方便给各个厂家来作用 不过现在提供的厂家也很有限 那当然这不是我们的HDMI的ARC回送 那有一些DAC是有做这种HDMI ARC的回送 像我们的T-A的PSD或者是我们的MP310 都有做这样的HDMI的这种回送功能 让我们可以透过高画质或Smart电视 然后回送这个HDMI信号 回到我们的DAC串流播放器 那我们T-A的PSD3100HV 它就有提供这个HDMI的两进一出的方式 让用家能够做这个 从Smart TV回送的一个方式 透过我们的高画质电视来欣赏这些 从影像送出来这些美妙的音乐 甚至现场的演奏会 那透过高品质的这个DAC来做一个回放 来驱动我们的两声道的系统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在未来 HDMI的部分也会在我们的DAC身上 但是目前为止T-A算是走的比较前面 而且非常的全方位在发展它们的串流的部分 在整个规格上或整个产品线上 可以看到非常多 包括我们先前开箱的R2500系列 也有这个HDMI的这个输入端子 所以相对来讲这个界面的使用 有时候也是要经过一段时间 大家各自厂商的测试 才能够得到比较完整的数据也好 或者说整个声音的品质的认可 那最后跟大家做一个总结 事实上如果在整个音响系统上面 有些人会认为说扩大机喇叭很重要 那有些人是说前端是最重要 播放器最重要 那我觉得前端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DAC 数位转类比的这个 这一环也是一个重中之重 那好像讲起来每个重点都很重要 不过这个要是这样再争论下去的话 事实上当然就是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它才有好声音的表现 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想要 让你的声音的品质更好 推到极致的话 那DAC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它是在声音从数位档案传进来的 第一道做一个把关的动作 能够输出好的声音的品质 DAC绝对是重中之重 那我们今天就大致跟大家讲 DAC的一些使用界面 还有一些DAC的好声的一些秘诀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也谢谢大家观赏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欢迎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tore还可以搬圆 Astronomy 加leton啊 原站出来年熟一站的 tah